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稱心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來到二台正香部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說一說一個挺傳奇的故事 也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其實我們說今節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來自廣東省 梅州的叫李賢的女士 她有什麼事情呢? 25歲那年她和一個國家的王子比利時王子相遇 26歲就成功嫁入比利時王室 28歲她成為了奧迪體驗主管 之後31歲 她已經是無論事業和愛情方面 也算是春風得意的 她呢 世外一年就是84年了 也是歐洲皇室史上的第一個真真正正正的中國女孩的王妃 第一位中國王妃 很多人覺得她是灰姑娘 其實呢 我不想用灰姑娘這個形容詞形容她 因為她本身也是很優秀的 她有今天的叫做美好生活 其實她自己的努力也是很多的 其實呢 有人覺得她是靠運氣 不過 運氣背後其實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是不是 其實呢 她的同學 李賢的同學知道她要嫁給比利時王子的時候 一點都不覺得驚奇 因為她在學校的時候 就是 學霸級的人 而且 雖然 她 樣子不算太突出 不過 就是氣質十分好的 中學時候 李小姐一直就專注學業 十分克服 成績 也是穩居 前幾位 高二的時候直接去了重點班 她的同學 就這樣評價她 她 做考試題很快的 學習起來 都不用用力 好像 這樣說 其實呢 不單止學習上 出雷拔水 她本身 性格都非常好 開朗 還有很柔和的 也都很高情商 自商 不過呢 很多同學都說 雖然她 樣貌不出眾 但是 氣質十分好 所以班上很多優秀的男同學 都想追求她 但是 李賢 一心一意 投入學習 沒有想其他的事 終於她就讀大學了 其實她也是個超級學霸 她讀的大學就是北京 語言大學的金融學 而且呢 而且呢 最後呢 就拿了經濟學的 學士學位啦 除此以外呢 她呢 是 很熟練地掌握英文和法文兩種語言的 大學畢業之後呢 她呢 就沒有在國內發展 就走了去法國深掃啦 那麼首先呢 她就在巴黎的索邦大學學習 法文 和 法國語言語文化課程 然後呢 就在巴黎高等管理學院學習 成功 拿到奢侈品營銷 和 管理專業的 MBA學位 那你為了 都挺厲害的 其實 因為她懂得法文 其實大家知道 比利時 就是一個商語的國家 一邊就講法文 一邊呢 亦就是講 類似荷蘭文的 的文字 其實她是 兩邊的 其實小弟都挺喜歡比利時這個國家的 當然啦 這位女士呢 是聰明的 其實我 講真的 學 語言呢 比較 學得多的人呢 其實有專家都說過 是比其他人 更加容易 思考問題 因為呢 她要理解不同的語言 背後 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 他們就會 我之前的雜誌也講過了 如果相遇的 小孩子 往往 讀書是 更加好的 以及跟人 相處特別好一點的 這個是有 這個是有 科學鑑 鑑別過的 另外呢 為了 即賺這個學費 她一邊打工 一邊上火 好 其實呢 短期的 叫做零散工 其實呢 亦都很難 照顧學費的 那麼她開始找其他機會了 優秀的利力呢 令到她 進入了 幾 幾番稀做 做實習生 挺厲害的 其實呢 一年之後呢 她又成為了 巴黎世家 還有分敵就是分敵 等等的大牌子的銷售 大概有人就說 優秀的人 走到哪裡都會發光的 李小姐這樣的學歷 成功 亦都是必然的 其實也不是的 有些人就算高學歷也很沒的 我最記得 你記得 幾年之前 香港媒體訪問了一個 不知港大還是中大 畢業的碩士生 她就是 喜歡拿中環 又找 找到一堆東西 記不記得 好似聽過 是啊 她是 那個人 是很甘於 現在說的 躺平 躺平 不理 不問世事 總之可以了 最後她找工作 很客氣的 我最記得 她特意 這個TVB特意找 專門求職的顧問說 你這麼說話 你這麼客氣的 你好像 給人感覺你萬不驚心 不是好 她的熱情 是磨虧了 是 所以人家說 原來 大學 就是這些 叫做 香港名校的 石士生 原來有些都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可能家裡有錢 又不是 又不是 那我猜錯了 是啊 其實 比利時用的荷蘭文 正確應該叫 佛拉亡語才對 不過是跟荷蘭文基本相通 小弟對比利時也是比較了解 因為 小弟第一個暗戀的對象就是來自比利時的人 我當然就是學法文 其實 後來 當然 遇到了比利時王子那一年 剛才說過 25歲 這位王子 又是叫 查爾斯 查爾斯 查爾斯王子 其實 他是巴黎一名 設計師 因為工作原因 他就認識了做銷售的李賢 精通法文的李賢 我都說他懂法文 就很有用 因為其實 大家 那些王子經常以為英文 英文是有用的 在歐洲 行通全世界 你就去到加拿大灰巴克 你都被人瞄了 你要行歐洲 你是一定要懂法文 或者意大利文 俄德文 不過主要是法文 意大利文 去到加拿大 你只會講英文 去到 這個灰巴克 都被人瞄了 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 其實 這位查爾斯王子 都是一位 設計師 工作關係就認識了 做銷售的李賢 精通法文的李賢 為查爾斯 一一介紹產品 因為 兩個人 溝通毫無 語言障礙 李賢 時不時 就會講自己 獨特的觀點 所以 有些人說 哎呀 認識過 什麼人 做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就可以學到語言 其實 我覺得 可以這樣 但是 連基本語言 你連到一步 你都學不到 你怎樣可以 追到人呢 是啊 其實我覺得 你說有沒有這樣的人有 但是 是不是這麼多呢 極少 可以這麼說 之後 這位查爾斯王子 就對眼前 來自中國 廣東的女孩 刮目相看 並且被她的薄殼多才 所吸引 那麼 查爾斯往往 跟她談完 公事之後 又用私人名義 去請她吃飯 約她 吃飯 其實 查爾斯 亦都是 很喜歡中國文化的 經常去中國旅遊 並且非常非常 願意跟中國人交朋友 在奢侈品的設計方面 其實查爾斯很多時候都喜歡融入中國元素 兩人相識沒多久 就一拍即合 但是當時的 李然 就不知道原來 查爾斯是比利時這個 利列家族的王子 隨著兩人 天天的了解 彼此亦都產生了 欣賞和外貌之情 後來 李然才得知 原來他是比利時王子 不過 他 就不像很多人 受制於四個自己的 門當戶隊 而是大大方方地和王子一齊 但是 當 王子 官宣 和李然戀愛的時候 整個比利時王室 是有地震的 覺得 不可理喻 起碼找回歐洲的貴族 血統的後人 是嗎 王子的家人 明確 表示要反對 那麼 覺得 無論 從地位的身份 李小姐 都配不上 王妃這個身份 在宗教上面 其實 大家知道 多數說拉丁語法文 都是拉丁語的 一個分子 其實多數是信奉天主教的 李然 就是一個 沒有宗教信仰的 外族女子 這個情況之下 不可以通翻 當時就是這樣跟他們說 而且 最令比利時媒體 生氣的是 這個中國女孩 好像 樣貌平平的 完全 配不起 王妃的美麗 高貴和優雅 你看看人家 威廉仔 降頭 都可以娶到過 當時還沒降頭的 娶到開啟了 但是 這位王子 就是對李然情有獨鍾 就算家人 還有 國內媒體 怎麼反對都好 他都堅持娶了李小姐 做老婆 兩人 在 拍拖一年半之後 亦都在爭議聲中 結了份 舉辦分離的時候 兩人雖然沒有太高調 但是 王子很懂得考慮 利然的 尊重中國 分架的習助 破例 等利然穿上這個 紅色嫁衣 舉辦 典禮的 就這樣 兩人就邀請了雙方的好友 你記住好友 好家長 是 舉行了一個 中西合璧的 分禮 其實 現在已經十年了 兩人依然幸福 恭喜 是的 還有 他們 都是有了自己的小孩 小王子 對他們怎麼看呢 有沒有改觀呢 好像也有一點改觀的 我看到一些 媒體媒體 都有報他們的 利然為了帶小孩 在家 陪小孩一段時間 嫁入歐洲皇室 兒子 其實就是 未來家族的 繼承人 他其實 比利是皇室 都 不是很窮的 也不見得富 因為始終是小角 28歲的他 其實可以說是人生的贏家 其實 李然 但是不喜歡 養尊儲優的安逸生活 結婚三年之後 小王子都長大了 長大了一點點 李然就重返職場 在這個奢侈品公司 這個不幫他賣名 不幫他賣廣告 算了 講講Dior 就單任客戶 卓越體驗主管 日本 2013年 李然就出席了上海國際 馬文化節 和他合影的還有楊公如 2015年 李然就成為了 被評委 這個 中國最成功的七個女性之一 成功登上了 美國時尚雜誌 的 6月 中國 特刊的 封面 人物 其中 一篇文章 就是 奢侈品牌 就和這個 應該說是豪車 馬沙拉蒂合作的 他就是代言人 現在 他不單止是比利時皇妃 更加是職場上的女強人 他一直努力的 活出自己的姿態 其實 現在比利時回體就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中國姑娘 竟然都是中國姑娘 其實是有奏忌的 不過對比利時來說都是好的 是 但是 因為 你知道其實歐洲 怎麼好像 陶傑那樣說 哎呀 他們 沒有什麼的 沒有歧視的 很親密的 不是啦 別人 什麼時候到你呢 說真的 你難道娶到公主嗎 老實話你陶傑 會所養 你給個王子看照片都難啦 其實 2013年 王子還陪 李賢回到 廣東的老家 一起 去看一些 書畫 那些人 那些東西 也拜訪了很多書畫名家 兩人非常低調 平民打扮 其實 現在 居然呢 王子跟了他一起 去上海定居喔 可能他 因為他是 某大品牌的 大中華區那些 什麼 客戶體 體驗的那些經理來的 轉臭大客的 我的 理解就是 當然啦 他這些 臭小客被人罵死的 他老公也罵死他 在這裏有老婆 所以其實他 不是 不是 老實說 如果說養的話 他就 中等啦 中等啦 但是 其實 帝證明了一件事 你要有學識才要買 才可以在這些 名人身邊 埋身 你想想你 你只會天天在 大聲叫 有人來你 為什麼他 接近了 比利時王子 或者有機會跟比利時王子一齊工作 他懂法文 他有這個奢侈品牌的 這個MBA學位 起碼你有共同語言 是吧 說句老實話 人家是懂事 是吧 所以其實 不是 不是幸運的 假設你是跟他說普通話 可能 這位王子也會普通話 但是身邊會說普通話的人 大把 但是又會說普通話 又會說法文 又懂這個奢侈品牌的 有多少人呢 不是那麼多 起碼不是那麼多 是吧 所以呢 都是這樣說 說那句 其實 女士 都是要 努力學習 當然要努力學習 沒錯 沒錯 就是想說吊金龜 喂 你 怎麼都要有些家底 有些成本的 是的 其實李賢很喜歡 《簡愛》裏面的一句話 就是愛 是一場博弈 必須保持永遠 與對方 不分百種 勢軍力敵 才可以 長此以往 相依相識 因為過強的對手 讓人疲累 太弱的對手 讓人厭倦 就是把握的道 不是每個人都學得懂 這些東西 有些人就一輩子都學不懂 那些 脾氣 那些東西 也都是 是的 或者太弱 看到你 你都什麼 你都沒有用 那又不行 所以呢 無論什麼人都好 最重要 學多一點知識 為自己 叫做 多一些底氣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